《天下长河》把初始时间定位在少年康熙年间 正所谓哪个青春少年不向往爱情的美好 而该剧则并起了康熙的感情线 以朝政为主 以治理黄河水灾为先 完全不掺杂任何感情线 有的只是君臣情 国家设计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到翻滚的黄河水 还有冬天的雪景 身临奇境南书房 还有首拍袁明园 真的是把一年四季搬进来了剧组 还有南边来的三个臭皮匠陈黄 高士奇 徐浅玄 简直组成了一个喜剧小分队 人人类高中而来 希望金榜提名 能够自己十年寒窗苦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结果却有人喜有人悲 苟富贵 物相貌 奈何造化弄人 人生总有起起落落 雪子相亲相爱 同朝为官却互相逗不停 明珠表忠心 与康熙皇帝配合演戏 索额图被蒙在鼓里 得知真相之后 拦教理论 都是堂堂朝廷命官 各种背负使命 却也少不了场面上的寒暄 从官方公布的演员阵容来看 都是观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罗靖在剧中饰演康熙皇帝 为治理黄河水患亲自选拔人才 不听信谗言 对待贪污及两岁银的朝臣也是绝不手软 不少罗靖在剧中少年感一般 毕竟气质上已经体现不出来了 稍微有一点成熟在身上 在康熙皇帝这段历史中 还有一位少不了的重要人物 便是赫赫有名的孝庄太后 而这次孝庄太后的饰演者 则是西美娟老师 是国家一级演员 也是大家公认的艺术家 这次能够把她请来演孝庄 这个角色可见导演独到的眼光 作为历史上有大智慧的太后 如果选角不合适 这部戏即使主角演技再好 口碑也会下滑 黄志忠饰演晋府一决 所有心思都放在治理黄河水患上 情况紧急之下 宁可冒着被灭九族的风险也要炸低 没想到勇于治理黄河的银两却被贪污 而晋府本人也被安上了贪污的罪名 这段戏份看着真让人心寒 贪官当道 好官却成为替罪羊 宁珠则是由宫磊主演 还是有点惊喜的 毕竟从破冰行动中塔站挥书 到冰与火中的K集团老大好东 宫磊的演技备受大家认可 留下了很多高光瞬间 比如在冰与火中 风光时是东哥 小弟围绕 败落时依旧不卑不亢 拿捏蒙蒙的父亲被自己撑腰 剧中搞笑的戏份几乎都是东哥贡献的 虽然是反派 却让人恨不起来 梁冠华在剧中饰演索额图 真是索像一出马 这故事就来了 智里黄河的银两究竟是被谁贪污了 为何晋府会畏罪自杀 索像的消息为何滞后 究竟背后有什么阴谋 无论从制作还是演员阵容上来看都非常有质感 不会是一部打着智里黄河题材剧的头衔演偶像剧 来吧